索尼取消了一项权益 PS5的精选集快没了 还有三个月 这是索尼的官方博客 这篇文章主要介绍的是二月会员游戏 但是在文章的最后 我给各位念一下 PS5的精选集从PS52020年发布以来 作为基础会员的一项福利提供给各位 但是在今年的5月9号 Plus会员将不再提供 如果你还没有领取这19款游戏 赶紧领取 因为5月9号以后就不能领取了 这个对于老玩家来说无所谓 但是对于5月9号以后才加入会员的同学 或者采买PS5的同学 可能损失了点什么东西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PS5精选集都有哪些游戏 首先我们来到会员 我们必须得成为会员之后 才能享受这个权益 这个就是精选集 在基础会员里面是包含的 但是你得有PS5才能包含 PS4是不行的 这19款游戏都是PS4游戏 这是在PS5刚发布的时候 2020年11月份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PS5游戏 新买了PS5的用户 索尼就送了这些游戏 只要是会员一档会员 那时候也没有二档会员 只要是会员都可以玩 领取直接入库 以后只要是一档会员 都是可以玩 但是不是会员了 即便下载了 也是不能玩了 它是会被锁定的 如果你是会员 又有PS5的话 建议先领取到你的库里面 这是一档库 其实这些游戏 对于老玩家来说 没有什么吸引力 但是对于新玩家 第一次接触PS5的通讯 还是有必要的 尝试一下 玩不玩的通不通关 无所谓 但是尝试一下 了解一下 还是有必要的 比如 最后生还者1 这是PS4版本 这是雪原魂系列游戏 这是底特律变人 非常好玩的游戏 在PS5上是4K30帧 这是神秘海域4 也是非常棒的游戏 在PS5上也是4K30帧 这是战地1 这是怪物猎人世界 这是生化危机7 辐射4 真人快打 这是战神4 在PS5上有4K60帧 这是古火狼 这还有一个锐奇与叮当 这是次子 这是网上不在 如果是2023年5月9号以后 买的PS5加入的会员 那就看不到这个竞选集了 但是也不要气馁 这些游戏基本上都在这个二档会员里面 就是在这个升级会员里面 有一个游戏目录 但是二档会员的游戏目录 它是一个动态的 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库 什么时候就会入库 未来我感觉可能它会把竞选集的游戏 也会添加到这个二档库里面 索尼取消PS5竞选集这事 你怎么看 欢迎写到评论区 字幕君记者 李奇远 字幕君君 李奇远 李奇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